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摄影师音念 那本期呢 是我们音念摄影小课堂的第一期 那在这一系列教程的节目中呢 我会讲一些摄影的 比较基础的一些知识 比如像今天我第一期要讲的 关于无光测光的方法 还有后续呢 可能会讲到像相机的使用啊 像是胶卷的分类啊等等的 那可能比较变像新手的吧 还是当然在后续的境界中呢 如果新手的这种知识讲光呢 我可能也会讲更多进阶的东西 比如就是像闪光灯曝光啊 全景摄影啊之类的这些 那后续我们慢慢展开吧 那第一期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肉眼测光的方法 我们现在虽然用的相机 很多都一直有这种 自动测光的功能了 但是当我们在使用一些 比较老的这种胶卷的 全手动的这种相机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遇到 这个机器不带测光功能的 这种情况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数码相机上 那也是有M挡的嘛 可能也是属于很多人 装逼必备的 就是用M挡来拍照 那这个肉眼测光 或者说孤光的基础呢 实际上就是一条口诀 就是所谓的阳光石榴法则 那这个阳光石榴法则 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当我选定了一个ISO 或者买了一个固定ISO的胶卷以后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ISO了 然后呢我们把快门时间 设置成ISO的导数 比如说如果我们买了一个 感光度是100的胶卷 那我们可以把快门 设置成100分之一秒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用以下的这条口诀 来确定相机所用到的光圈 那这道口诀呢 就是晴天 16 阴天 8 多云 11 日暮 4 乌云压顶 5.6 雨天 落雪 同日暮 当我设置好感光度 设置好快门速度以后 只要把光圈设置成 当时天气情况下的这个值 然后再进行对焦拍摄 那这个时候的曝光就 八九不离十了 OK 那我说的这个阳光使用法呢 到底适不适用呢 我们不妨来实践一下 那我就要用到一个 120的双反向机 也就是这个 理光的气形的双反向机 我们不带测光表 不进行冷革测光照片 只用肉眼进行观察天气 然后使用这个阳光使用法则 来拍摄一些胶卷 看看这个方法到底是不使用的 走吧 现在是晴天哦 那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IOSO100的胶卷 所以我们把快门时间调到 胶卷IOSO的导数 也就是一百分之一秒 然后呢 根据口诀 晴天16 阴天8 我们把光圈调到16 然后我们对焦一下 就可以拍了 OK 阴雨天 今天是6阴天8 我们把光圈调到8 今天多云天气 然后快门还是一百分之一 多云11 日暮四 然后我们把光圈选到11 OK 现在是傍晚了 那我们保持这个快门速度 一百分之一秒不变 然后呢 把光圈调到4 都用11日暮四 行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拍了 OK 五云盖顶5.6 OK 五云盖顶5.6 我们把光圈调到5.6 下着毛毛雨 雨天落雪同日末 我们把这个光圈调到4 那么看了以上的样片 大家觉得这个阳光持有法呢 是不是还比较适用呢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来顾一遍这个口诀吧 大家可以把这个数字 在脑海里填进去 或者填在这个弹幕里 那就是晴天 明天 多云 日暮 乌云压顶 雨天落雪同 好 那这个就是本期的这个 阳光石流法则的节目了 也是我们这个肉眼测光 或者是乌光的第一期节目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是下一期节目的预告 那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 100感光度的胶卷 这个时候如果我把 半分之间调到100分之一秒 在晴天情况下进行拍摄 那我光圈应该选16 对不对 但是大家知道在16的光圈情况下 可能很多镜头的成像质量 它并不是最好的 如果我把光圈调到11 它的成像质量可能会变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在这些不变的情况下 把光圈调到11 它必然会导致照片过曝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要使用11的光圈 那我的快门时间 应该选择多少呢 那这个就是下一期节目要带来的 也就是光圈快门感光度的档位 和资金的换算关系 那行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